性感model穿着白色内衣裤 左肩上还放了一只白蝴蝶 躺在床上露出甜甜笑容 摆着撩人姿势 好 这张为了制造在游泳池上腾空 仰躺的美感 这名女魔起码摔下泳池几十次 而这张头发散开 犹如黑色玫瑰花绽放的照片更是费工 一连串的性感照片 她就是替知名手机拍摄 性感开箱文的Rica 昵称蝴蝶机 这次在药上新闻版面 全都是因为和一名灵性摄影师 起了纷争 Rica口中说的就是这名灵性摄影师 在脸书上谩骂 说她到新加坡人肉市场工作 说她拍裸照成名 说她忘恩负义 不知感恩 还像鲜一涵一样歹毒 这些文字让Rica好生气 原来Rica想让工作更顺遂 想做风凶整形手术 灵性摄影师自称认识医美诊所的医师 可以调到好价格 但代价就是要Rica让她拍摄 手术前后的上工露点照 她一面说算了我不拍了 她另外一面又继续拿很多其他的理由 去说服我说 就是要叫我拍 整个过程就是我是状态者 我既然被人家毁谤 然后被人家诈欺 我真的很难过 双方说法各指一词 女生认为男生是骚扰 男生认为女生是诈欺 外面的人看得补萨萨 事实真相为何 恐怕只有双方 心知肚明 多久的苏雄黄春静 在台北报道